这边绣在B1这个格子好了 假设这样 绣在这一个格子的话,那怎么写呢? 绣在B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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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ells E2 两种写法 这个应该前面都有讲过 Range RA 刮弧 然后直接给它引号 B1 如果要写在哪一个绣线歌 它等于什么呢? 等于这个 Total 所以把Total这个把它复制起来 贴过来 这是第一种方法 或者是第二种写法是 Cells 刮弧 有没有 第一列的第二栏 B1 就是第一列B2 栏 等于什么呢? 等于Total 两种写法都可以 那你比较喜欢哪一种呢? 其实Range 比较好理解 那Sells主要 通常是用在回圈里面 所以我一直强调说 Sells是那个 4回圈的 partner 好朋友 它两个可以很好搭配 对不对? 你看刚刚这地方 利用什么呢? i 马上就可以把两边比对出来 好 所以这里的话 如果我执行起来的话 除了会有个MatchBus之外 也会在B2的储存格里面显示出来 好 在这边 有没有 在这边 那你当然可以把它置中好了 不然这 好 这边就秀出来了 那如果说我今天 换一个题目 一样 那这边的话我想你们试试看 除了用那个 刚刚的计算成 就是用刚刚的方法之外 也可以写一个 那个所谓的 这个VBA的句子 VBA的部分 好吧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记得就是说呢 现在 如果说你没有MatchBus的话 请你在这个地方 先产生一个模组 按右键产生一个模组 然后呢 程式码的部分 记得先一个Sub 空一格 计算成7 好 试试看好了